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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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今天這位嘉賓平日已經很漂亮的女孩 當然近期更加美 以往是騎師的江碧衛 你好 Hello大家好 其實我經常都在馬場見到你的方鐘 不過我首先跟你說一句恭喜 多謝多謝 因為知道你接下來都是有一個新的生活開始 最近都知道你會很忙 是不是忙著醜臂婚禮 我們今次的婚禮是很低調的 其實都是請回家人朋友吃頓飯 不想去打架 雖然大家看到報紙上很大的報導 其實我要好多謝傳媒的 真的好多謝傳媒 因為報道的性質都是很positive 由我踏出新一步的時候 好多事情我去擔心和關注的事情 現在我所有心頭的大事已經放下了 包括子女 所以現在可不可以說用安慰這件事去形容呢 其實就是多謝傳媒 多謝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近來我覺得都有很多新的工作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現在的工作是怎樣 今年的一月我就簽了一個代言人 一個美容院的代言人 還有我回來香港之後 我有一個新的經齡公司 這個新的經齡公司 他們主要是去幫一些香港的運動員 我們公司有24個運動員 他們是幫他們做這個management 即是經齡公司 他們簽我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很多代言飲品 甚至是護膚產品 都是找一些運動員去做他們的icon 我想因為我們的形象健康 現在還有沒有騎馬嗎 有啊 其實我回來香港之後 我都很多好朋友都說 你教不教騎馬 我都有教 我不是教什麼的騎術 我不是教到跳欄那個level 我純粹是將我自己過往的經驗 我覺得騎馬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基本 那個基礎 因為最重要是你坐得穩 其實你坐得穩的話 你那個方向 其實你去到所有其他地方國家 只要你的基礎打得好 你去到哪裡都可以騎馬 我最小的學生是兩歲半 這麼小就已經開始了 是啊 因為為什麼呢 他爸爸媽媽騎馬 他爸爸媽媽跟我騎馬的時候 你知道小朋友 當然說兩歲半小朋友 可以怎樣騎 當然他騎一些很小很小的pony 但是給他有一個感覺 原來給他父母看到 越是小的越騎 越是不怕死 他們坐的方法 是比大人漂亮的 因為他們自然 你是第一位在香港上陣的女騎師 這個身份跟你都不可分割 這麼多年其實你都是馬圈的icon 總之你已經掛了 其實你對這個身份的感覺又是怎樣 都是要謝謝馬圈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第一屆第一個 如果不是因為我是第一個 可能今天已經被人忘記了 也是因為我第一個 直至今時今日 我的工作 別人找我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是香港第一個女騎師 所以我是很 我當年 當時 那時只有17歲 那時根本不覺得 或者還在做夢 那時 現在再想回 那時真的 哇 原來當時是 就是 那麼大件事 歷史 OK 到今時今日 即是長大之後 覺得 真的很珍惜 真的要好好珍惜 所以 一直希望多事情 做下去 都不想浪費了這個命 那你回想回 以前那段時間的馬圈 和現在 雖然你說 現在 你已經不是騎士了 但你都經常回到我們當中 也經常在馬場見到你 你覺得 轉變難不大 香港賽馬是 一路進步不得止 還有一路其實 繼續這樣培育 我們本地的騎士出來 那我覺得 一路有改變不得止 還有 令到 本地的騎士 一路的質素 進步 因為 競爭會越來越大 因為你 香港有這麼多的騎士 你怎樣和人爭食呢 那當然說 有利條件 就是 香港見習騎士的起步 又減磅 令到他們有多些機會 再有更加多些經驗 更加 現在的訓練過程裏面 他們是可以 肯海外受訓了 儲了那些經驗回來 在說幾年 就是 我看回 舉例 我小師妹 蔣家琦 這麼成功 其實我覺得 她真的要之前 熬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真的要熬過了那段時間 你要熬過才能回來 才可以在香港出賽 那說 她在海外 跑了三百多場馬 她三百多場馬入面 其實就是我人生入面 在香港跑的 三百多場馬 所以我覺得 她有這樣的經驗之餘 其實 當然 這個經驗 在她回到香港之外 是她最好的保障 你覺得她 騎工方面 還有些什麼 需要再進步的地方 任何時候 都有很多很大的進步空間 很多事情都是經驗 就是可能覺得 你這次騎一場 輸一個鼻位 為什麼輸一個鼻位 我相信 他們的校長 或者他們的導師 都會再跟他們說回 但是奈何 都是所有覺得 給他們多些機會 就是 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令到他們更加進步 如果他們坐冷板凳的話 只是騎木馬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所以 對 我覺得多些支持 多些機會 他們就 越騎越好 你怎麼看 學澤宇這位師弟 學澤宇很怪 也是不出聲 很低調的 很聽話 很奇怪 其實他兩年前來法國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認識他的 當然 我這個師弟 我香港時不認識他的 對 因為我入馬場 但是他們跑馬的時候 他們可能知道是師姐 師姐 就是那麼多 不會有聊天 或者是 他兩年前來的時候 一次神操 我的前夫見到他 就說 賀製宇來了法國 然後我說 是嗎 然後跟他聯絡了 然後我就 喂 我說 你來到嗎 你來到做甚麼 我不知道你來做甚麼 他說 我來到 訓練了 訓練了甚麼 你已經不是 他是建習騎士 他說 不是啊 我每一年都會想去外國 吸收多些外國的經驗 想自己儲一下自己的經驗 去一下不同的地方跑馬 他說 挺好的 然後我還要問他 我說 是馬虎送你來嗎 他說不是啊 自費的 你這麼乖 我覺得 好的 因為其實 你不斷去 去進修 你去不同的地方 跑馬或者是神鋪的手法 都是不同 這些東西是經驗之一 還有 我就喊我的前夫 就說 不如你多給點馬去跑吧 這樣 因為其實 一個中國人來到 你知道法國有多少個劇 才可以的 你怎樣跟人爭 怎樣跟人搵 第一 語言溝通是一個問題 沒錯 有時發覺 不是每個連馬都會說英文 或者是 他都不懂你 是吧 然後就是 給你多些機會去跑馬 讓他儲多些經驗 又說說當年 幾位女騎師 都同一時間 一起服役 其實感情又 會不會和這個特別 那是大家 我和鍾麗芳都是好的 而且我受訓 那時候 我受訓 有四個女生 另外一個和我叫做 同窗 兩個人一間房 我們那時候 現在都有聯絡 會的 因為我們是說 受訓的過程 你知道是困住的 我們不和她說 要和誰說話 對 生日是那個 吵架也是那個 對 尤其是女生不同 女生有些感性的說話 要分開 哭又一起抱著 哭也是那個 誰失戀 抱著人也是那個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 那幾年都是 尤其是捱過 那段時間 由我們受訓 直至到做到 騎師那段時間 大家都是捱過 因為其實 在最初的時候 真的想不到放棄 因為實在太辛苦 但是大家 咬吃牙筋 捱過了那段 之後就 開始很好 但是感情 現在還有聯絡 我和我的同房 如果讓你重頭再選 你會不會再選擇做騎師呢 會 哈哈 看得出你的性格 真是 很缺絕 很缺斷 其實我很幸運 因為我當時接觸買 這件事 是因為我爸爸 是會員的關係 而且我爸爸 當時我爸爸 其實是醫病人 OK 那麼 騎馬當時第一次 上馬 給我 我覺得最挑戰就是 每一隻馬 跟別人一樣 沒有一隻馬 跟別人一樣 跟一個性格 沒有一隻馬騎的方式 跟別人一樣 所以其實 這個是我 喜歡接觸新朋友 或者認識新朋友的挑戰 去到這個人生的階段 如果你說 看回你 去到這個時間 你覺得你自己的人生 是否精彩呢 精彩 非常精彩 我們旁人就覺得很精彩 覺得你很創作 應該這樣說 如果不 如果不精彩 不會在2012年出版自傳 當然 當然 出版商 對我的人生很有興趣 包括 受訓 16歲受訓 為什麼不去讀書 怎樣做女騎士 怎樣之後結婚 有病 然後又 事冠嬰兒 然後又 離開了香港 去另一個地方 然後 接下來又生生活 精彩的 即使你現在 就算被我選 我都會 做回同一樣 即是我都會選 我出第一步 過程或者經過 可能會不同 但是 每一個階段 都是自己的經歷 還有 在每一個階段 無論我是 跌倒也好 再重新開始也好 都是一個挑戰 因為 你不知道 後面的事情 你不知道 別人會怎樣看你 你不知道 別人會怎樣說你 但是我有一個忠誠就是 永遠都是做好自己 還有 我永遠都知道 一件事就是 由我入行開始 我就知道 我要建立一個 很好的形象 要去對自己 有責任 所以我走 每一步 我都要想過 很清楚 很長 即使 很詳細 我現在 未來的新生活 其實都是 我一個 我走一步之前 我都是有一個 有一點點的憂慮 因為 不知 出到來大家 怎樣去批評 任何事情 但是 有得實力就是 不可以 只想別人 他怎樣去想你 總之 我做好自己 總之 我對得住我的家人 我對得住我的小朋友 其實我現在關聯過了 多謝Sherry 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亦都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聊天 多謝Sherry 多謝 Thank you